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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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麼快跳出來說話 今天是2019年7月30日 想說一些很特別的新聞 頗特別 大家都知道柯文哲,柯文哲是台北市長 連安伊家親,兩岸一家親 說了一些很吊詭的東西 他針對香港示威的狀況,呼籲大陸參考蔣經國 晚年時政治放鬆 當然啦,這傢伙一直都亂說廿四 這次林鄭真是送給習總,一份很好的大禮 很棘手,香港現在的狀況真的很棘手 我們知道由6月9日開始,反送中開始 很多大規模的示威 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不斷升級 就像蔣經國晚年那時候,台灣也是 其實如果不是蘇聯的倒台 蔣經國晚年都不會打算鬆 因為蘇聯倒台,你如果不想收尾的話 不想晚年收尾那幾年撿骨的話 真的沒有人撿骨了 麻煩你鬆一鬆,不然就不知道你怎樣 但是他突然說這些事情 是不是想提高自己的民望呢 是不是想可能又參一下腳 進入總統選舉那裏呢 就算,因為他現在說這些事情 就好像公信力提高了 對不對 那到時韓國瑜 在跟蔡英文鬥的時候 他就算不參加一隻腳去選 他自己的聲望提高了的時候 是不是說話好像有點壓力那樣 那他說些話幫韓國瑜 就變相好像助選那樣 對不對 口說而已,別人可以不理他 無緣無故說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繼續看看他說什麼 他就說 他說香港的示威是什麼 一根火柴不會造成大火 他說香港很小而已 他就說要有一個強大的台灣 才可以救到香港 就是要搞好經濟 你台灣可以怎樣強大呢 他就說強大的台灣 才可以提供更多資源給香港 太虛弱的話就不行 你說他為什麼說這些事情 不是,鋪路這些叫什麼 台灣強大黨 就是韓國瑜 那接著又說經濟 他說什麼 他誇讚大陸 經濟成就相當了不起 認為政治和經濟的發展 不能長期產生很大的落差 即是你經濟很了不起 但是政治就不太了不起 麻煩你改進一下 就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又說 其實台灣過去三十年民主化進程 你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是堅實自己的壓力 因為他不是打算去選 他既然不是打算去選的時候 沒有必要反抬的 然後又說 掌經國晚年的時候實施民主 是怎樣的事呢 1987年的時候宣布過 1987年的時候宣布過解嚴的 台灣 但是事後反而令到 1996年台灣就誕生了第一次的總統直選 那這個柯文哲現在還在想著參不參選 無緣無故說這些事情 就是 我想他其實是拋一些東西出來 看看台灣的民情反應 然後再作決定 同時間呢 留多個後著 問這個韓國瑜拿利益的 你想我多說兩句好話的話 即是如果我不參選 你想我多說兩句好話麻煩你會做 那未來的選情來說 香港呢 即是香港處於一個 非常之有決定性作用的位置 但是在5050的時候 我覺得呢 即是柯文哲現在是想兩步 第一步就是看一下民情反應 第二步就是拆定針下去 那以後呢 在選舉的時候呢 他幫不幫韓國瑜說話呢 那時候可以猶人有餘 好,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有很多人的問題 然後再選擇 或者再選擇 然後再選擇 之後 再選擇 一旦 然後再選擇 一旦 你不會 再選擇 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